在古装剧里面有这么一幕 您肯定很熟悉 谁谁谁犯了事要被抓了 官兵就会把这个人的画像 张贴到城门上 让老百姓的识别 全程悬赏通缉 当然了 古代是不是真的靠画像来捉拿通缉范的 咱们有待考究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到了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的通缉令用的 那都是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这识别度高 毕竟这画像 你照着真人画 他都不一定百分之百相似 那还得看这个画像师的手艺 更别说是要这个被通缉的人了 你说哪个犯罪嫌疑人 他会待在原地不动 等着被画 是吧 可是呢 在广东省街阳 有这么一桩案件 他就是靠着犯罪嫌疑人的画像 找到凶手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呢 是广东省街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这里啊 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 中间是五血少霜 气候宜人 是人们养老的居住地 很多老年人呢 虽然子女呢 在外地拼搏 但是呢 他们不习惯城市里的喧嚣繁华 都选择独自居住在这里 小村庄的日子呢 过的是祥和安逸 可是呢 街阳的警方突然接到的一通电话 打破了这个小村庄往日的宁静 受害人啊 是七十多岁的啊 老人啊 躺在这个地板上 然后身上盖了一床被子 用这个衣服去撕了布条 把手脚都捆着 街道报案的民警呢 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被害人呢 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警方第一个想到的是入室抢劫 我们来看一下被害人的房间 房间呢 很凌乱 放眼望去呢 都是一些老旧的家具 和零散的衣服 你更别说什么贵重物品了 就连一些值钱的东西 他都看不到 果然 经过老人的这个家属清点了 家里什么东西都没少 那入室抢劫这个猜测呢 很快就被推翻了 可是这不屠财 难不成他就是要命 哎 这就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得多大的愁啊 要对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下手啊 那就在警方展开调查时 哎 又接到两起报案 又有两个老人在家中遇害了 而且呢 手段的是十分残忍 为了尽快找到凶手啊 接养警方就加紧了调查 可是呢 这一查 让原本就不明朗的案件呢 更加扑说迷离了 这三个遇害的老人家里啊 他并没有少任何值钱的东西 可以排除入室抢劫 可是呢 从作案手法上来看呢 三起案件呢 又像是同一人所谓 那有什么原因 能让同一个人 接连对三个老人痛下杀手呢 难道说 这三个老人都得罪了同一个人 哎 这不可能 村里的人说呀 说这三个老人呢 平日里呢 很是和蔼 没跟谁红过脸 更别提得罪过什么人了 啊 自己没得罪人 那会不会是别人得罪了人 所以他遭受牵连了 无缘无故在家里被杀了 究竟是他的子女得罪了人呢 三位遇害的老人 唯一的共同点呢 就是子女呢 在外地务工 而且呢 都是独居 他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子女在外面的得罪的人啊 牵连到了自己的父母呢 那经过调查 这个推测呢 也被推翻了 三个老人的子女呢 虽然都在外地打工 可是呢 分布在不同的城市 八杆子打不着 他相互不认识 之间呢 他也没有任何联系 他怎么也不可能这么巧 能够同时得罪同一个人呢 毕竟我们当时要猜想 这个状态的这个人 为什么要针对独居老人 第一 是不是心灵变态 或者惯犯 或者什么样的人 或者经济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 也不可能系列来干 基本上都已经 该排查的都排查 排查彻底了 就是没发现 这个究竟 这为什么要针对这个老人 找不到任何杀人的动机 现场呢 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同一个地方啊 接连三位老人在家中遇害 那这个原本平静的小村庄 就炸开了锅 弄的是人心惶惶 这个时候村上呢 有人说了 说这不是人作案 是阎王手下的小鬼 因为老人的羊受到了 就派小鬼能来锁命了 这还没完呢 接下来呢 不知道又轮到谁呢 一时间呢 这个小村里面 谣言似习 而且是越传越玄乎 什么妖魔鬼怪都来了 更有老人 他是下的门都不敢出 怎么说呢 妖魔鬼怪 他是不可能的 那肯定是人为啊